各位屏幕弦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Dr.Ju 关于神对人类由太古直到无限未来的计划 有必要在第一课及对这个计划有关的名词先行了解 我们将本书的五十二课分成为四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万物的起源 第二单元神以往对人的作为 第三单元神现今对人的作为 第四单元神未来对人的作为 第一章研究神对人类计划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人希望了解圣经 而且伴望永生的生命 那么他生存的最重要的课题 莫过于研究神对人类的计划 我们可以将之称为 圣经的主干 因为其中谈到从太古到无限的未来 不同世代时期 及圣经的重要教导等等 若想认清不同世代时期就有必须要 通晓全本的圣经 大部分人对于圣经产生混淆和误解的主要原因是 人不了解神对人类的计划 以一般圣经研计划 如果他愿意先将神对人类的计划 蓝图有一个整体的活泼的认识 在那以后 如果他还认为圣经是一本 不易了解的书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能不强调这些课文的重要性 它建计在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有关不同的世代时期地名等等应该牢记 因他们全都在神的永远计划中 你应该仔细地加以筑记 如此心道首道的读书方式 读者才能对于各课所提出来的特殊世代 或者虽然是同一个世代 但是出现在不同的经文中 在心中有个轮廓而不自混淆 当我们逐客往后介绍时 对于不同世代时期的主要事件 你也应该把它牢牢记住 然后你就会开始了解 神对人的计划里的终极心意 若你想对圣经有清楚正确一致的了解 就需要相当熟悉神在不同时代 世代 以及当时的明显事件 需要认识过去的历史 认识现在 并且了解未来的预言 然后才可以说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 真理的道 若对圣经有整体一致的认识 您就能学会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 正确地引用圣经的经文 同时您现在就可以学会如何得到医治 得到健康 能够事事顺遂 得到喜乐的秘诀 毕竟这都是人所渴望的 不是吗 你不但能够认识神 也能学会如何善用所知 使生命的全部祝福都临到你的身上 神对人类的计划的单纯性 第二章 神对人的计划单纯性 圣经或者称它为经文记录下来的 神的计划 是非常浅显易懂的 没有人可以找得到任何借口来误解圣经 耶稣常常带领着或者诱导的人 研究圣经的经文 偶尔也斥责人对明显的真理的无知 是归因于对圣经了解的不够 他用了一句话说明了他的评论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他吩咐人说 你们查考圣经 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 就是这经 最伟大的老师 耶稣做了一个最简单的教导 之后三年多 门徒们因为硬着心不信 而再度被耶稣斥责 并非因为他们不了解 而是因为他们不信基督所说的话 他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 信得太迟钝了 甚至当基督于不同环境向他们显现 证明他的复活 门徒仍坚步相信 直到耶稣责备他们 不信心里刚硬 任何时候 基督所说的话 都是简单易懂的 但人们要不要信 却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也尝试如此 在开始接触时 难免都有一番挣扎 然而一旦真正了解圣经所说 这恩典是真的 也实实在在是给我们的 我们的心就自然开了 在本书中 我们会用圣经浅显的话语 向您证明 现在您应该开始相信 在您生命中的许多丰富应许 而且您也应该期盼那些恩典 开始相信这个好消息 这些祝福是给您的 并且开始享受这些祝福 使徒保罗也曾教导说 当一个人听闻神的道 就足够让他产生信心 他说 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相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怎能听见呢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得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在新约圣经中 大约有九十次 为了让读者相信 某个诉求 正如所读之内容一样 只要人愿意了解 愿意相信 那么任何事情 都是非常简单易懂的 事实上 只要人愿意单纯的相信 神所说的话 无论新约或旧约 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次 也没有任何一位传讲者 或写作者留给人一个 凡神所说的 都是深奥难懂的印象 发生于人这方面的任何误解 其唯一的原因在乎他自己 因他既不愿意相信 也不愿意听从福音 耶稣教导说 若说圣经难以理解 乃完全在于 不信福音那个人 灵略挤着